歡迎大家收看玄機,我是阿菲 今天是九月二十三日 農曆八月初九,也是二十四節起之中的秋分 位於北半球的香港會開始日短夜長 今天適宜栽種才衣 最旺的生肖就是牛 熟牛的人桃花旺 可以感受到另一半的細心體貼 歌神張學友就是熟牛 他之前在馬來西亞開演唱會 因為耳水不平衡而頭暈暈和 在台上滲低了 但他仍然堅持繼續表演 認真專業 但就嚇到一班粉絲了 休息過後的他 繼續踏上舞台又搶又跳 已經回復最佳狀態 學友真的要小心身體 不單止粉絲 連老婆羅美味都很緊張 今天你桃花旺 不如休息和老婆二人世界 來到星宇 當然有我曾家程英組 今天的幸運星是白羊座 工作會有發揮空間 容易做出超乎想像的佳職 陳正就是白羊座 為了拍新劇 家族榮耀之繼承者 突然飛到馬來西亞 還約同劇的黃敏逸 陳瑩 余安安 吃飯和合照 網民大讚他們是四大女神 而向來喜歡做運動的他 竟然在當地 約紅永城老婆梁樂妍 開工前去神跑 穿著灰色的sport bra 和瑜伽褲的dada 非常養眼 S身形表露無遺 之後他們還去了健身室做健身 大了一塊塊腹肌 果然有料到 你這麼free 人緣又好 要做出超乎想像的成績 一定沒有難題 相信觀眾都很期待你的演出 沒看到一段時間 為甚麼好像圓圓了 這些叫水腫 不是肥 我也沒有說過肥子 但我知道有種草藥 去水腫挺有效的 以下哪種草藥是真的呢 A.野狗尿 B.野豬糞 C.野貓屎 給我一點時間想想 咖啡也可以是貓屎 所以草藥有貓屎 真的不奇怪 所以我猜應該是C.野貓屎 應該對了吧 不對 答案是B.野豬糞 主字小便不利 水腫障門 聽到這個名字 真的不敢試 其實會不會真的是豬糞 我都要試其他辦法 下集再見 拜拜